我在《燦燈神光》裡面 我飾演的叫許明強 然後因為他是校刊社的社長 所以他會有很多很熱血的言論 因為在那個時代是一個大時代 會有很多他覺得很不公平的事情 覺得為什麼我這麼窮 我就沒有辦法去爭取我想要的 那個年代的台灣人 其實我覺得他們都很有影響 而且他們裡面都在想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要怎麼樣替台灣做一點事情 這次最重要的 就是要辛苦去市民台北 跟所有的市民意見都收一件 因為我也是因為這齣戲 我才開始去真正發現到 以前我們家所謂外省跟本省的對立 一直可能會有藍綠的衝突 這些癥結點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就是在這個時代 只是我一直沒有去好好的看它 沒有了解它 原來那個時代發生了什麼事 那以後未來我們要怎麼做 就從了解歷史開始 12月28號起 週一至週三 晚間9點 請鎖定 公共便勝 倒出點帶語言 我心想不能夠 為何誰吧 超 nota亮 這些事情 你的實況 是 感谢观看